丹安森林公园布满粉红粉白相间的杜鹃花朵 像一层浪漫的花海波浪 台北花节开跑邀请大众来欣赏台北杜鹃花 市府也和企业在地离城携手种下花苗 透过环境保护行动让台北成为永续的美丽花城 2 1 请种花 OK 种下去没错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春暖花开的时间 台北市其实在每一个季节都会有它很适合的花 给大家来欣赏 这次观传局是站在一个比较是总体的角度 就像把花跟产业跟文化各方面都能够做一个结合 带动社区的美带动大家到台北市来观光 所以这个部分算是一个整体性 在春天这个时候再来办一个盛大的活动 来提醒大家台北之美还有幸福感 这次在我们整个花节部分因为我们是一个系列性的 这样说其实在公园处它还是有所谓杜鹃花节的部分 但我们也希望在这段时间就有些种花的部分 以及在我们杜鹃花还有最近还有绣球花 再有海玉然后也有像我们看到玫瑰园啦 以及我们的所谓的荷兰的玉金香 就各方面在这段时间就刚好就是春天到了到处都是花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只是原来的杜鹃花 而是在春天的时候让所有台北市各个地方都有它代表性的花 都能够让大家给看见 在那个这一次因为我们结合减碳除了商圈跟礼的种花之外 也有野餐生活 在下个礼拜开始 而且不是两天我们是把它变成九天十天 而且是跟那个大安森林之友基金会 我们在那种野餐生活里面就是有音乐 它音乐是存在的 而且把时间拉长 那这一次我们跟大安森林之友基金会 就是希望像在植树节种花 就是告诉大家等于是一个环境运动 那野餐生活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是无所的 就没有一次性的餐聚 就是野餐在花前月下是可以有质感 而且能够为环境尽一点心力 所以我们是完全都不带 就是这一次都不让 就是说参加的人都不带那种一次性的餐聚 大概是这样 台北杜鹃花季自2017年开办 至今已迈入第七届 今年将台北杜鹃花季活动升级为台北花节 借此宣传台北市春季美不生收的花 吸引国内外旅客之本市欣赏各种春天花卉之美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